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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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狗 前幾天的時候呢,我講了一個關於貓的鬼故事 沒有看過的人呢,可以去右上角看 而後頭貓村 應該很多人也知道那邊吧 它是一個瑞芳非常多貓的一個村落 那邊的觀光呢 全部都是主大貓為主 那在地很特別的就是 會賣貓飼料啊,動物房啊 甚至連火車站的天橋上面 都會有一些貓的水碗 貓的飼料,我三天前呢 就跟小咪去那邊探險 挑戰一個貓的都市傳說 重點是,為什麼我要一開始就拿出來講呢 因為我們挑戰完回去的 當天,小咪就發現 他家的貓,竟然對著他生氣 喵你幹嘛 對,就算你們剛剛看到影片這樣子 像我也有養兩隻貓咪 我也沒什麼看過牠們這樣生氣 其實 貓咪寶貝 沒有看過牠這樣子生氣 對不對,寶貝 不好意思,貓咪也沒有啊 不對,妹子 你沒有生氣 你沒有生氣對我對不對 呼嚕呼嚕欸 聽到嗎 呼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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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了 躺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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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幹嘛 讓我真的覺得其實蠻酷的 竟然會有這種事情 但是呢 在繼續講下去跟播出探險一遍之前 我手要先給你們講講 我除了去那邊做貓咪寶傳說之外呢 也是因為 紅頭茅孫近年來 有發生了一期 算是 蠻離奇的命案吧 在前年的12月24日下午 多輛消防車 舊護車 及警車 急觸的靈體 跨過長距離境的 瑞芳樓頭茅村的天空 平日安靜不出生的狗兒 竟然也集體長 吹高雷 純樸的村民路徑一輪紛紛 出事了前兩天 附近的狗就一直在吹高雷 當時大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直到當天 舊護車打 狗吹高雷的更嚴重 聲音聽起來就毛毛的 原來 這裡發生了一場命案 一對情侶曾是在家中 男主人跪坐在床上 女方則臥倒在床邊的木架床架上 實狀非常理晴 卻沒有大鬥的等跡象 重點是這個情侶的職業 恰好是去摸的 他們同時在家中開設小宮廟 會幫人收金幾改等等 鄰居還說到 男生每天早晚都會在自家門口 進行做法般的儀式 後來還做法到街上去 雙方當地的寶具 精靈靈反應之後才比較熟練 而女方平常也會上一層厚厚的伏地 穿著流入布袋西般的衣服 鄰居們雖然覺得怪 但也洗尾茶 沒錯就是因為這個故事呢 我們才會跑到那邊 做關於貓的這個都市傳說 回來之後現在第三天 小明就傳了他那個影片給我 那我才趕快拍一下這段影片 先給你們訴說一下這個過程 那至於到底是怎麼樣 我可以打給他本人 請他講看看 喂 喂喂小明 你要嗎 對 我現在在拍那個 我們厚厚貓村的夏集 然後我給大家看的那個影片 你要不要親自跟大家講一下 你那天回去是怎麼發現的 他有他現在還有沒有這樣 我有自己影響習慣 我好像把我自己頻率調高 就是比較看不到 靈界的朋友 就是比較便體感 然後其實我們那天拍完之後 我就有感覺 就有東西跟著我回來 我家那隻包就沒有 沒有對 然後沒有常常 沒有常常 就是從那天之後 我就知道有東西 跟著我回來 然後在我哥哥房間裡的樣子 然後他常常會 就是對著空氣哈啟這樣 對著你周遭的空氣嗎 我周遭的空氣 他還在觀察 但是他的確 有這個時候 差不多半夜可能 之類的 但是他之前不會 之前完全不會啊 他超怪的 就那天回來之後 一個禮拜的時候 小蜜他 到家附近 有一個地方是一個 有姓氏的宗池這樣子 小蜜他媽媽好像在聖殿裡面 我在幫忙 然後他媽媽就 那天就拿了一個 水晶球 算是守護他的 水晶球 給小蜜 也順口說了一下 中池那邊 好像不太乾淨 來到我家的 那一天呢 Vanity就把那個水晶球 弄破了 之後呢 小蜜好像就發現到什麼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現在我們講這件事情 跟我們拍貓的事情 是不同時間的 我們現在講這件事情 是更上個禮拜 可能7到10天前的事情 貓是3天前 那時候寶貝 因為他們兩隻貓騎車會一起玩 寶貝並不在 就是 貓吊台那邊 他們平常會從來從去 會互相玩 然後那時候寶貝好像在沙發睡覺 Melody就突然 盯著那個 貓吊台後面那個房間看 不會感覺到 那邊沒有東西 這樣 他就突然往那個方向衝 然後把 把我媽給我的那個東西 撞到地上 然後就直接 他很奇怪 對 對 他直接撞飛 蹦蹦跳腳的 對 他直接把撞飛 我慢慢回家的時候睡覺 我就夢到那一間 那個宗廠那個廟的門口 視角是從那個門口慢慢進去 然後看到一個這樣 嗯 佛湯的東西 然後突然 就是我看到那畫面 接下來就是 有一隻手 從我的右邊這樣 抓上來 我整個右半邊的身體都不能動了 就知道 我大概被鬼壓床 這樣 所以我就想盡辦法 掙脫那個力量 直到我掙脫之後 我就發現 就是我還在夢 就是我沒有起來 因為 周圍的視角都 還是有點白白亮亮 因為我那時候有意識 我就覺得 我要趕快醒來 我就想辦法 用自己的指甲手 就刮自己的手 就是讓自己痛 結果我就進行 我進行之後就發現 我還在我房間裡這樣 就跟李奧納多一樣 然後你之後 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了 就找 就是老師幫忙 然後就沒事了 現在就是經歷到 沒有 對不對 你在對空氣 可是你就再觀察個體驗看看 對 你再跟我說 行 好 OK 但是至於我家的貓呢 不管你走了幾步 不要對我太不提出 我每天都在眼睛 只要才能騙著你 有些人追我刷 有些人不願刷 有些人竟然給我 開始罵了 叫我開始爬 沒有 沒有你想走了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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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但沒關係 我就跟你們來一起回顧 我們那邊去的影片吧